第四周期的征毒班 好了,知道师傅有再开班的时间了 未来是暑假的7月份,师傅 是啊,暑期征毒班也是叫做征毒班 其实是所谓的征毒班 换句话说,十二堂 所以刚刚可以横跨了一个暑假 其实征毒班是7月2日的星期日 也是原装的时间 是的,三点到四点半左右 这一班是给一些有功夫跟底 一定的基础 有基础 他们会教算命技巧 学理,怎样推演法 是给一些有基本功的人 没错,不是ABC开始了 一来就慢压刷命 是的,没错 兼顾一班完全有兴趣 而又不太懂得算命 是什么来的那些 我们就会在7月3日星期一 逢星期一 逢星期一 晚上买的7点到8点半 是,没错 收工之后 是,就开回初班 初班 是,这些是给一些完全 我们叫做有兴趣 又不懂得算命 怎样学 还有不少人问 他们当然是未学过 甚至是之前学过 都是觉得 不如还原基本法 觉得自己上不了 是的,因为有时 这一套功夫 自己以为自己 已经是初阶 已经做得很好 是的 但其实都可以 跟大家有个建议 如果你真的想 紧紧紧紧紧 上来上都上不了 的话 不如还原基本步 可以由初班开始 其实进度会比较快 以及理想很多 会的 因为我已经开了一班 去年 听同学说 我的初班 已经是人家的高级课程 哦,很棒 可能意思就是 走得比较快 那不要紧紧 只要学东西 是,没错 所以如果想 将自己的算命技巧 做更加好一点 就报星期日的精度班 嗯 那我们说 完全是想 基本功开始的 就是星期一 7月3号的初班 是,同样是7月份开始 是的 想货的地点 是在旺角的 没错 就是这个基地 的旁边 是的 那如果想要 详细的资料 可以WhatsApp 可以传这些资料 是,没错 留意我们的Banner 是,Banner 下面有我的电话 是的 也在按箭咀 我们的描述里面 有一个详细的内容 是的 没错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就可以WhatsApp 是的 大家Join us 好,谢谢 是的 Hello,大家好 方师傅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了 是的,星期日 又来到我们 清松的时间 面相启示录 今天是启示耳朵 是的 是的 我看到四个字 就是问兽在耳 是不是都跟兽命 即是长寿与否的事 是的 你耳朵口肉长 是长命的 耳朵短就短瘦 耳朵肉厚 身体好 耳朵肉薄 就身体差 是的 是的 我真的不奇怪 有一个小朋友出生的时候 他有耳朵、口 人生这些小朋友就是一样 是的 如果有耳朵 那耳朵又没有什么 轮飞确反 又没有什么肉 又生得又没有什么耳朵 那种 那些小朋友是难抽一点的 是的 大家都相信 真的看五官 还有一些抽象 但是一说到耳朵 就比较容易理解 譬如师父刚刚讲了 耳朵的大小 譬如什么轮飞角反 或者有些是兜得很重要 兜风耳 甚至乎我有朋友 我听过他们 即是BB仔出生 是没有了耳朵的 是吗 是吗 其实都讲关于他的童年时间 整观他的人生里面 耳朵是看童年的 哦 看童年的 他一到十四岁是看耳朵的 咦 很关键 是 所以耳朵说童年辛苦 开不开心 童年好不好 得到父母去带 看过童年的 哦 这些 童年呢 因为我们中国人 以前的小朋友 就难养 怕养不大 大部分 所以他看到 小朋友耳朵 口肉 有耳珠 那些容易养大 那些耳朵 肉薄 没有耳朵 难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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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 没有耳朵 师傅 没有耳朵 意思是 我们耳朵下面 每个人 大部分人 都有肉 有些人生出来 就没有了这个位置 没有了这个位置 直接贴着面 那些是鸡嘴耳 就是鸡嘴耳 那些人做事包咬颈 鸡嘴耳 只是包咬颈 鸡嘴耳不断咬颈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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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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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咬颈 那些人的童年生活 一定不开心 如果耳朵不够肉 他小时候都会 身体差一点 难臭一点 哦 难臭一点 所以我们古人 对这个耳朵 要求高一点 在这些 那些耳朵 以为是坐挺功 耳朵 耳朵得漂亮 就听一些好东西 耳朵得不漂亮 就喜欢听那些八婆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些节目 整天都不开一晚 就是这样的意思 哈哈 哈哈 因为我们古观众 耳朵得好 是不是 哦 喜欢听好东西 赞美赞美 好东西 好东西 好东西不是这么难认同 是啊 知音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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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 有些喜欢听这些八卦东西 你知道 有些 有些 大家都是拍YouTube 很多 他们一会儿就过几万 是啊 很多 他们说些什么 社会时事 八卦东西 大家喜欢听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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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说别人 就是说这些 所以以为坐挺功 所以耳朵漂亮 喜欢听好东西 耳朵不漂亮 喜欢听坏东西 怎会算漂亮呢 师傅 漂亮 我们叫做耳朵 外面的叫轮 里面的叫轮 轮轮 轮轮 轮轮分明的 有耳垂 有耳朵 这叫轮 这样已经是简体的标准了 是的 如果我们叫轮飞确反 轮就生出来 里面有骨反出来 就是这一块骨 轮飞确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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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种情形会发生 小时候身体差 或者有机会父母分离 小时候经历不开心 轮飞确反 尤其是 有些人轮飞确反很厉害 他小时候的妈妈 吃烟 或者生活不是那么检点 小朋友都有机会 有些人轮飞确反 轮飞确反应 轮飞确反应 所以他的耳朵要求很大 反应 他妈妈怀孕期间 那时候受到什么刺激 他耳朵反应出来 很厉害 你们没有看过上学 你们没有看过这些书 可能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我们中国人 就叫秘祖耳孙 所谓秘祖耳孙的意思 就是你现在做超声波 在超声波接出来的时候 三四个月的时候 你什么都看不到 看得到 那个样子的前面 有点凸出来的 那就是鼻 所以你什么都看不到 就是看到鼻 鼻祖 就是祖祖见到的意思 他就是祖先的祖 不是祖祖见到的 明白明白 像祖先 你首先在妈妈的肚子里 你会先看到鼻子 是 五官那里来说 是 耳朵最后来发育 最后的耳朵 最后的 是 但是生了出来之后 跟着那只耳朵就慢慢慢慢发育 所以你会见到 有些人小时候没有耳朵 大一大一大一 它就有耳朵了 哦 它们会生长的 不断的生长 所以鼻祖耳孙 因为鼻已经发育 发育到差不多了 你会见到它的变化不大 是 反而最容易看到的变化 就是耳朵 是 这些 就是整个形状 或者有没有耳朵都有变化 是 整个耳朵有变化 可以在年轻的时候 和小的时候 和你年纪到五六十岁的时候 可以完全不同 哇 真的要拍张照定期 是啊 它一直生长 我们中国人认为 耳朵有耳朵有福气 没有耳朵就没有福气 是 所以在历史人物来说 有一个叫刘比 三个耳朵 有一个刘比 是 它发育到叫大耳牛 哦 那就是顾美斯很大一只 是啊 它传说两耳垂肩 是啊 那两只耳垂肩 我说两只耳垂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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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就是说它两只耳朵很大一只 两只耳朵很大一只 所以你看到中国的菩萨 通常耳朵 耳朵很长 都被捅到在肩膀 是 这就是很普遍的 很普遍的 画出来的形象 所以这些人就有福气 是的 这些人有福气 那会不会是这样的呢 所以有些父母或长辈 小时就会推小孩子去钉耳朵 是啊 因为他认为有耳朵的小孩 将来有福气 我们中国人知道耳朵是不断生长的 是 小时就跟他钉耳朵 就找一些耳環扣住他 希望再遇住他 最后一只耳朵就长了 很民间智慧 他一直生长 很民间智慧 长了之后他就有福气 师傅真的可以解答我 这么多年的疑问 为什么我四五岁被人扔了去钉耳朵 我终于明白了 也想你好而已 原来是这样的 除了不知是漂亮之外 也想你好 所以我们终于小数民族 小时就有些耳環 穿在耳朵里 越多越好 然后嫌疑不够 就开个洞 撑大了 小数民族 就是关于耳洞 师傅 那是耳朵下面这个位置 开个洞 就撑大了 他认为总是这样 就是有福气 明白 师傅 如果有些看到 这间人全部 连耳骨 即轮都钉耳朵 那些又是吗 那些就不行了 那些就不行了 因为你的耳鱼是代表父母 即是说 你在那里钉两个耳洞 穿一些环 那你就破了耳鱼的位置 不过通常 你自己做的耳鱼 都过了十多二十岁 就过了14岁的位置 一定是过了14岁的位置 你黑你父母 所以那些不好理上 明白了 那些性格也是很反叛的 钉得那些位置的人 回想一下 也是 都是的 一定会激怒到父母 乖乖乖跳的那些人 都是的 是不是 入上去不钉都 不钉都 都会激怒到乖乖跳的那一只 钉完就不用说了 耳鱼在哪个位置都能反映到 是啊 是的 我们叫做 是 如果我们这样说 你的耳鱼和你的耳鱼 删得很迷 很漂亮 那些人都比较孝顺 我们视镜师哥哥 那些耳鱼很孝顺 很漂亮 是的 很孝顺 很标准 很标准 轮轮轮轮 有二珠有福气 所以这些人 天生就是一种孝顺 是的 我证明 是的 所以我们中国人的相法 都挺有趣的 那反过来 如果为人父母 看一看自己的耳鱼 整个状态 都知道 都知道应该是什么了 是啊 有时都很想求 所以如果生个小孩 出来的耳鱼够大 够肉够漂亮 那他小时候要有福气 那就是告诉你 老爸可以赚到钱 嗯 那他要享福 老爸可以赚到钱 是对的 他自己没有办法赚钱 是 对吧 如果你们生得又鸡脊 又薄 不用说了 老爸可以赚钱 为人子 都要孝顺一点 那他说的 非倫反抗 即是反抗 就是说的性格 是否也说不痴家 或是独立行事 都是反抗性格的 那些性格 都是有些反叛拗 那些 都有一些性格的 对吧 在80年代来说 黎明唱歌的 那些耳术是伦非国伐 是啊 他也是经典的 是经典的 他自己也说过 他那个家庭背景 都是一样的 嗯 他自己也说了 是 所以伦非国伐 除了性格 有些反叛之外 都影响了 国家警 父母 是啊 和父母之间的关系 是啊 嗯 所以 做妈妈那个 就是怀孕期间 他开心不开心 就影响过胎了 那么在那个 孩子那里反映出来的时候 就一定是耳术反映出来的 哦 是这样的 因为他后期是 他初初是被发展成熟 其他的 其他的部位是后期的 他初初怀孕 一定会开心的 是吧 哦 后期整整整探 就发现那个坏人 外面搞搞震 影响了个心情 那那个 那那个孩子 后期他的耳术不靓 是不是 所以做爸爸 都不要搞那么多 其实师傅 你除了你呆呆之外 你影响了这个儿子 哇 其实看耳术都看了多少 因为这个轮的时间 比如有些看上书 说的是天人地 天人人地论 耳孔也有个名字 是吧 是 是不是小时候是封门 耳孔前面也叫封门 哦 这里也叫封门 这个叫封门 即是那个粒子 那粒子 那粒子 有些人的封门 删出了绿子 是 那些要小心一点 是 那些小时候家里会火燭的 哦 哦 那粒子 那粒子 有些人删了粒子 小时候有机会无家口归 家里会火燭的 哇 那些要小心一点 那些 那些 真的有些删出来 我真的看到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 诶 懂得看面相的时候 你看到人的性格 看很多东西 那当然 最后一个想问之故的问题 就是那个颜色的关系 很多人都以为 譬如我们看面色的时候 面色红润 饱满 有光澤就正 但是看耳术 就不是的 是啊 耳白于面 你的耳术白过面 你又阳明天下 哦 真的要 那种颜色就是这样 耳高过眉 是聪明的 所以有一套 星空奇遇 有个火星人 走了落地地球 他的耳术又尖又高 他高过眉 是吧 是吧 不知什么叫浜浜 他是火星人 他天生很聪明 所以我们中国人 耳高过眉 这些人 天生就比一般人聪明一点 哦 就是啊 师傅 都放得很高 耳高过眉 但总而都是这些位置 耳白于念 揚明天下 哦 所以耳术有这些好处 耳术千万不要黑 就是灰暗 是吧 是吧 你有没有见过肾病的人 真的黑色的吗 肾病的人 首先耳术会发黑的 哦 面会黑 耳术会黑的 是 先先耳术黑 然后面会黑的 肾病的人 哦 耳术 哦 肾熟水的嘛 啊 是 他肾熟水的嘛 他在耳术反射出来 嗯 所以肾病的人 那对鱼仔首先会发黑的嘛 正如肾病的人 那对眼白眼 那些眼白会黄 是的 皮肤会黄 是吧 是吧 所以眉眼做肾胆 啊 就会反映 所以我中国人的智慧很棒 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一只二只呢 如果说岁运的话 就是由一至十四岁 就是由BB 到青少年期之前 但是说的 整体 无论是看性格 看父母 甚至是看他耳术的气息 是看他本身的健康状态都有影响 是的 有影响的 实在太多东西看了 是啊 挺好玩的 挺好玩的 大家有时 尤其是师傅说 原来他会有生长的 那即得壇 现在其实都数码化 可以拍几张照 定期 啊 观察自己耳术的最佳或最新状况 是的 嗯 是的 互相看看 尤其是 如果信了佛的人 那些人 耳术就增加增加越来越大 在耳术的身上 很奇怪 嗯 真的 但可能和他心态有关 会啊 我想会 总之 信佛收得好那些朋友 耳术就越来越大 很奇怪的 是 很奇怪的 哈哈 那些人就长寿点了 是的 还有订阅主要朋友 大家在位置里面 就要再谨慎些三思下 是的 订阅就没办法了 是的 是的 真的很多东西要学的 大家可以观察多些 其实这只是概念 概念 是的 純粹有个介绍 大家观察多些 看看日后 会不会在这个 看一看一看 可以规探一二 即是结交朋友的话题 是的 没错 这个很重要 看到耳术不漂亮 你小时候很辛苦 是的 可以打开话题 可以打开话题 你又知道了 是的 最喜欢 OK 今集就这么多 下午我们面相啟视录 再见 拜拜